台中警方网路巡逻 发现毒贩利用精品名牌当暗号 进行毒品交易 警方锁定目标后 进行埋伏跟间 摆了两名运毒小蜜蜂 除了在他们身上 查获了随身毒品之外 还在车上发现藏有毒品 经贵番搜查 果然在音响的夹层内 发现大量毒咖啡包 毒贩还在抵抗 布老师交代出 把毒咖啡包藏在车子那里 原警也不是选油的灯 试图撬开音箱 费了好一番功夫 终于把音箱撬开 夹层里面装了一堆 印有精品名牌的毒咖啡包 最正确凿 这下毒贩也不敢再隐瞒了 原本七包嘛对不对 对 原本是要拿来卖七包是不是 对 是啦 台中市行大网路巡逻 发现有人利用精品名牌 当成买卖毒品暗号 警方锁定目标 到毒品交易现场埋伏 逮捕到两名毒贩 原警平常就喜欢自己DIY来保养修理车子 发现在驾驶座旁边有夾取器 而花音是藏匿在音响的夾承内 警方一共查货毒咖啡包29包 凯他命6包 最后两名运毒小蜜蜂 被以贩毒罪起诉 这组合报道 给大家看